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会看到很多卖香的香铺 证明当时的这种玩香的氛围是非常普及的 当下的很多年轻人 尤其是学生跟上班族 其实他没有时间是自己的 他要么在学习要么在工作 你要想办法让自己能放空一段时间 那香刚好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从这个香炉里鸟鸟生烟 脑子里会放空你就不会想别人东西 你可能就在发呆 哪怕就是十分钟时间 那对你的这种心灵上的一种疗愈都是非常好的 上手品香首选还是陶瓷香味 第一个它小型化 第二个它的传热性不是那么强 第三个它的重量也不会那么重 然后陶瓷的材质它又相对于比较符合于中国文人雅式对于这种儒学文化 中庸文化的一种审美 中国的文化载体最好就是陶瓷 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嘛 我们中国的这个英文China 它就是有陶瓷的意思 它就是以前景德镇的名字叫昌南 昌南China 我们08年开始做到现在 其实也有15年了 最早其实没有人教你的时候 你只能跑博物馆 所有的博物馆我看着觉得像香炉的东西 我都会拍下来 因为很多香炉也是从一些青铜礼器演化过来 平时大量的看书 包括一些老器物的把玩 就是长久的积淀下来 做出一点成绩之后 就会有很多人可以关注到你 就慢慢的有人去讨论 甚至有人对你有指点 大概一年可能也就出四到五款新品 就是很多香炉我做完了之后 我会先把它做出来 然后放在那看 就看一段时间觉得哪几个香炉耐看的 我就把它挑出来 然后再放一段时间去看 那些不耐看的香炉就直接passed 那最终它才能成为我的一个产品体系里的一员 所以它是需要有一个过程 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说白了就一句话 这个东西无法取悦你自己 你怎么去取悦别人 我们现在总共有一百多种 将近两百种品类 从我们汉代开始到清代的 历朝历代的一些经典的香炉知识 我们都有制作 但是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复刻 我们会在这个技术上学习 完了之后再去经过自己的一些理解去修改 把一些熟悉的东西留下来 这种东西就是我们中国人DNA里面 基因里面刻着的 首先你要让他觉得这个东西我很熟悉很亲切 这是我们本土的东西 然后人家再会进去看的时候发现 他会有一些改动 这个是属于这个作者自己的一些思维方式 那这样的东西往往是很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可 因为他看到了传承的过程 所以我们会看到了一个人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